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8日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外汇分析 今晚有我Carson在这里 也有我们两位嘉宾 首先有王冠一教授 阿尔你好 好 大家好 也有资深外汇评论员 陈建豪在这里 Aaron你好 他不见了 Hello 大家好 哈哈哈 不如先和两位都说 尤其是先说一下外汇的情况 先问阿sir 经过了上个星期联储货议设 飞龙素货出来之后 这几天官员就轮流出来说话 我们也看到美汇也回稳 去回105.5的水平 个别的外币 即飞美货币其实跌幅都比较多 例如奥紫 二元息之后 都跌回到60美仙以下 多拉耶尔也去回到155水平的水平 现在整体整个 美金的走势是否回稳了 而飞美货币是否短线呢 那个走势都是比较偏弱一些 现在就应该怎么说呢 现在的市场是没有人知道市场 没有人知道走势是去到哪里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 即是 so far来说 我相信没有人知道 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euro 你看看那个euro 今天 我看看先看 你看那个euro 今天就移动了20多年 嗯 昨天呢 我拿回一些figure 来跟大家报导一下先 昨天的euro最低就是107.67 最高108.06 好了 今天呢 就低下降 今天呢 就最低就是107.34 最高107.57 那当然啦 我也都说过 大家都可以趁高沽的啦 是吧 今天那个磅就是这个 12504到12573 最高12504 都还在1255上的 那但是今天呢 就去到1255以下了 那1255当然是沽的啦 那124 124.68 和125 125.21 其实呢 那个 其实呢 告诉大家听 那个美元呢 那个外交市场是比较淡静一点 但是那个美元呢 是剩下来偏向强的 就是符合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就是 美元也是要强的 非美波费也是要弱的 非美波费也是要沽的 那如果你是在这个 108那里沽到euro 或者125楼上沽到磅 那现在就 就有些少微利啦 微利而已 那那个日圆呢 就不用看的了 日圆一条死路走到尾 我常常都说的 你说我 你说我揍它也好 什么都好啦 是吧 今天最高的是1567 最低15457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动了最厉害的啦 就是有整个100点那头 那当然呢 这么热的 股市 当然有 有整个100点那头啦 那你说的 澳洲纸又怎样呢 澳洲纸唯一看到66 好像见鬼那样 好像见鬼那样 今天呢 就66 一见到66就举下来啦 那现在是66、64 最低是66、57 那就是美金强啦 那还有那个Giri 又是见到好像60 就见到好像见鬼那样 它最高是61.15 最低呢就是这个59.81 那其实 那你看到那个整个趋势呢 那看看加指啦 加指呢就 137、64就最高的 137、21就最低 那呢就 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趋势呢 那美元呢 都是比较强的 那因为它那个息口呢 就下回来 10年那个息口呢 就大概是4.47 那样 4.5都没有 那 嗯 因为息口 因为息口拿来呢 那个美匯呢 都 就是这个息口拿来呢 那些人呢 就觉得那个美匯呢 应该下回一些的 但是我那天 我们都说星期一 应该说 我星期一就说 104.5应该首到的 104.5首到呢 就上去105 105呢就上去 现在就一直在挑战105.5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那个美匯指数呢 都是要向上的 它不会太过 就是不会太过劲 因为个个在那个 因为个个呢 就第一 被那个鲍威尔呢 又骗了 因为现在全世界 有很多 现在做的那个民调呢 对那个鲍威尔很 Anyway呢 不关我们的事呢 那么第一 鲍威尔说一定 不太可能加息 第二 它没有说过减息 那但是呢 不太可能加息这句说话 已经令很多人觉得呢 它有机会减息 所以那个Future呢 那利率 费货呢 就已经是price in了两次减息 那所以令到呢 那些息口呢 就下回来 好不要紧 息口下回来 是对的 但是息口下回来呢 如果 那些息口下回来 你现在看到了 你现在看到了 那个五年和十年 差不多at par at parity 就是4.47 4.48 大家差不多了 嗯 那两年呢 也都开始下回来 如果那十年上回去 或者两年下回来 那两年和十年开始 就是大家看到平坦 看到 parity的话呢 那你就觉得呢 那你就觉得呢 就是我在《一遇途破》说了呢 你就会 你就会感觉到呢 那个滞胀或者衰退来的了 那如果衰退来 你觉得美元会跌还是涨呢 当然是涨啦 嗯 是不是呢 第一 它一定加息加到 一定加到你不相信的 第二 它一定会把美元推上去呢 一定会把通胀下来的 如果它会死人的嘛 那所以呢 美元呢 我自己认为呢 就 是不跌得的 嗯 美元也是要升的 短暂要升 未来也是要升 那就看看Aaron 那就看了 嗯 是啊 那都看一下Aaron的看法 因为看到 上星期那个焦点都放在联储陆议息 和飞龙数据 但是出来之后 你看到美金都回落了下来 但是近日呢 就都有些反弹 那非美货币也走弱了些 但是看到的波幅性呢 就相比起第一季来说呢 就都不算太大了 那整体美元的方向 和飞美元货币的走势 Aaron有什么看法呢 嗯 我同意啊 教授这么说的 就是起码呢 你看到最简单一样的 就是你要环顾这么多只外币呢 其实有哪一只是大家很期待 是很看好的呢 其实好像没有的 就是每一只都是有各自的问题 那比如欧洲啊 就是欧元啊 英镑啊 那由年初开始就传 它经济不好 减息要早过联储局 那其实到现在开始 到这一刻为止呢 都是没有改变的看法 就是当然它不是跌得多 那因为那个减息的预期 都多多一点点价值 先要在会价里面 那但是问题就是 它不跌 就是不代表它要升上去 就是不代表它 就是不代表它 大家因为这样看好 它要重新买回上去 那日元就当然了 就是跌到160的暂时 停一停了 那又有干预了 那我想在这些位置 就是大家的trader 都知道央行大概的底线在哪里了 就是短线就表态 就有些红线就不应该升穿它了 那至于澳洲啊 纽西兰呢 其实纽西兰一直都是 亦都是传紧要减息的 那唯一相对 我觉得好一点点 刚才卡神你也提过 就是澳洲那边 可能就是 例如它二个息 但是它的息口 就是唯一不好的地方 它的息口偏低 因为它刚刚 这个星期有议息会 其实就没有说到加息 当然它也没有说减息 但是这个对澳洲来说 其实算是不利的 因为它的息口偏低 只有四厘流上 那和美金差一厘的息差 那变了大家 就算是都在息差上面 就不敢那么进取 它也不觉得是因为这样去吸引去买澳洲紙 就是你除非你给到一个 幻想空间给到一个憧憬大家 它未来会继续加息 它会收窄到和美国的息口 那我想大家就有兴趣去买 但是我想澳洲紙 相对地是少一点的负面新闻 那除非外围是很多负面 就是避险情绪高的话 这些就是澳洲潜在的一些负面因素 但是如果你说自身上 就是自己澳洲本身经济 它不是特别差 也没有一个减息的强烈的冲净在 所以我觉得比较可取的 如果有低一点的价位的话 之前其实我也有提过 可能是大概64 这些水平呢 其实我觉得是挺吸引 它慢慢吵 但是它不是大升的 因为也都技术上看到 这几年呢 由疫情2020年开始 它曾经跌到55尾线 但是在这两年 2021到2023之间 这些水平呢 其实试过两次 就是大概61-62尾线 才打了底 那只要它守得住61尾线 这些水平呢 其实它就似乎 就再大跌的空间 就是跌回60尾线 以下的机会 似乎似乎不是太大 那所以就是 我觉得如果有低位的话 是可以抗一下这个 不过问题就是 刚才提到它的息口是偏低 那所以变了 你用一些杠杆去做的话 似乎又不是说真的有好处 除非你真的做一些实货 我觉得它是一种相对 叫做硬正少少 或者少一些负面因素的一些 一种外币 那日元的话 虽然说央行就干预了 那大家知道它的底线 就未必会再跌穿着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是因为它今年年初的时候 曾经是140那些水平 就是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是跌穿151.9 可能见一见150楼下 这些水平的机会 都仍然有的 就是可能是大概有 四五八点的前载的幅度 但是你说纯粹炒 它升值的话 我觉得都未是时候 就是中间还要等两个因素 就是要确认了联储局 那个减息的看法 或者时间 那另一边当然等着 日本那边加息的时间表 但是这两个因素 现在都未是很清楚 刚才教授说 就是联储局 鲍威尔 他暂时排除了会加息 但是在减息层面上面 大家我想都有机会要等 等到最快就是六月份 那次议息会 看一看新的点阵图 最慢的 可能就要等到七月份 七月份就会公布 例如第二季的GDP 失业率 接着到七月那次的议息会 看看会不会暗示一下 可能即将减息 是要减息了 所以变了在未明朗的减息 情况之下 美金就应该会比较稳定些 起码去保持到一个 息差的优势 那因为大家你想想 今年对息口的看法 其实是两个极端来的 一开始就很极端 觉得会减五至六次息 年初的时候 那当时大家都知道 其实应该没什么机会 和基本因素 好像不太配合 那但是一路 推到另一边的极端 在大概一个多月前 就说不减息不得 还要反过去加息 那这个也是 2024年来说 是一个极端来的 那现在鲍威尔就似乎 就是派了短线的定心丸 就是将来不知道 就是将来 我想之前的教授也有提过 就是这个息口是要再高一点的 但是中间应该是会有一段 你可以是 如果有空间的话 可以略略减几次息先 跟着再加过 或者就是 保持着现在的息口 不加不减 跟着如果通胀都控制不到 到时再加回 那我想这个 就是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 那但是在今年2024年来说 似乎 就是说大选年 在下半年讲加息 我觉得就好像 机会就不是太大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 2024年要加的话 应该就是年初的时候加上去 好过就是 就是接近大选的时候 贸贸然去加息 就是我想拜登都 支持这个想法 那所以 就是变成如果 那个减息仍然是 有机会的 就是可能是着两 叫做预防性的减 减一次或者 有机会减两次的话 那个时间上呢 可能在7月或者9月 就最大机会 那所以就是我想 现在没清楚之前呢 大家就对那个美金 都还是会比较乐观一点 那至于纯粹用 美会指数去看的话呢 我想 刚才教授说 就是104的位 那我觉得 就 都会守得住 因为 虽然它 现在是窄幅 那但是呢 就是它这个 短线的趋势 其实它的 起点就是104 那阻力 就刚刚 就是这两个星期 清楚了呢 就是它106.5 那所以你可以 可以当104至106.5之间 就是整股住先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个个都叫我王sir 现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独家对市场的分析 patreon会员将会享有专属限定内容 每星期的独家影片和文章 为你分析环球投资市场 还会以宏观角度 对股市 外汇 债券 商品资源等市场 作前瞻性的分析 小小的付出 随时为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回报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